湖人签下四元大将后,却面临另类幸福烦恼,过着要头痛了,已经连续错过五年纪后赛的湖人队,在自由市场上非常活跃,他们截止到目前为止,已经先后谈妥了四元大将加盟,分别是詹姆斯,史蒂文森, 麦迪和朗多,然后这只是湖人的开始,他们还看中了马斯球星伦纳德,这四人下赛季将会为湖人带来完全不一样的风格,之前的湖人大多数都是一批年轻人,除了洛佩斯,小托马斯之外,其他的球员都是这几年选择的新秀,即使有挺不错的天赋,但都还没有真正的成长起来,湖人也在冲击季后赛的关键比赛中,最终还是掉了链子, 詹姆斯自不用说,作为一个历史级别的超剧,他在高中时代已经明满天下,刚入联盟就成为骑士核心,他用15年的职业生涯,证明了他的伟道和实力,他的到来将给这只年轻的湖人注入领导力和经验,湖人的年轻球员和其他球员可以学习詹姆斯的起居演示,可以近距离学习他是如何训练的, 就像科比说的那样,你亲自近距离学习和口头上传教,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,詹姆斯可以让湖人的年轻人快速正确的成长,朗多和史蒂文森都是早已经证明过自己的球员,早在凯尔特人,公牛和提股时期,季后赛朗多的名字早已经加护欲巧,季后赛的朗多专注度和认真程度都比常规赛强了几个级别, 史蒂文森在步行者时期季后赛的表现同样,让人深刻,他在季后赛努力程度和专注度非常棒,他将会为湖人队注入强悍基因,有点类似于勇士格林的作用,他可以对格林和杜兰特等人贴身防守,甚至惹你生气让你付出代价,他就是那种属于很受自己球员和教练喜欢,却让对手很讨厌的球员,这点我相信没有比步行者和热化骑士球迷更清楚的时候, 麦基身体天赋顶级,射点在过去两年的季后赛中,已经多次证明,只要把他用好,相信他的灵活度,护化能力,吃饼能力会让湖人惊喜,再加上沃顿曾经在勇士执教过,他对勇士的打法都有非常熟悉的了解和认知,然后湖人在引进这四人之后,湖人却面临幸福的另类烦恼,美媒发图指出,湖人的首发空位该如何选择, 这2017年的榜眼球哥鲍尔,还是球伤堪比教练的朗多,湖人少帅沃顿这下真的要头痛吧,1986年出生的朗多今年是32岁,而1997年出生的鲍尔是21岁, 两人的球风相似,大局观都非常出色,投篮能力和远投能力不稳定,防守能力和臂展都很强, 两人的不同点就是,朗多的优点是季后赛组织能力经验和超高的球伤,鲍尔的优点就是年轻潜力大,可塑性强,或许沃顿会的常规赛的时候主打鲍尔, 让朗多保持健康打打养生篮球,等到季后赛开打之后,朗多将中长组织重任,鲍尔出场时间相对较少,一边学习朗多一边成长。